嗨,我是老白,最近过得怎么样?欢迎来到DIY君频道 老白帮你提高动手能力,让你随心所欲的打造自己的家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角磨机的使用的方法 那在这个视频里边呢,你将了解到角磨机的基本的构造 它的基本的操作的方法,如何更换碟片 你应该具备的安全的防护的装备 然后还有使用它的几个示范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这里有两个角磨机,其中一个是电池版的 那另外一个是电线版的 除了它的供电方式不一样呢 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盘的尺寸 这个盘呢是四又二分之一英寸,115毫米的这个直径 那这个接电板呢,它是五英寸的 五英寸的是125毫米直径 如果你平时很少做跟铁相关的工作呢 那么我建议你如果你要是有一整套的电动工具 电池版的话呢,那你不妨买一个电池版的角磨机 跟你所有的工具相匹配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有大量的金属需要抛光 需要把漆打磨掉 那么呢,我建议买个电线版的 因为如果是长时间打磨,长时间切割的话呢 电池版实际上是不大够用的 还是这个五英寸的接电板的更舒适一些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角磨机的各个部件的构成 首先这个黑色的是副手柄 那它的主手柄呢,在这里 那么一般情况呢,是一只手 扶住下边一只手呢,按住上边 这样抓住 主手柄这个手呢,扣动板机 那么如果像这种电池版的小一点 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主手柄 那么握的地方呢,就是在这里 这个小的也需要手柄来抓住 也需要双手来操作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黑色的按钮 那这个里边呢,是一个大一点的按钮 它的作用呢,都是锁定这个纱盘 这样的话便于你来更换这个纱片 打磨片 那么把它翻过来之后呢 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孔 也就是说这个副手柄呢 你可以放在左侧,也可以放在右侧 基本上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这两边你都会用到根据不同的操作的位置 和你想控制火花的方向 所以说你这个手柄是要来回切换的 这个手柄呢,是一定要用的 除非这个打磨的位置非常的刁砖 非常的狭窄啊 这个地方放不去 否则的话,它是不能拆下来的 而且手一定要扶在它上边双手操作 好,那接下来翻过来 这个地方呢,是叫做护罩 那这个护罩呢,主要是防止这个火花崩溅 因为你在打磨的时候或者切割的时候呢 这个,凡是带铁的金属呢 这个火花都会打出来 非常大的火花 因此呢 为了防止火花冲向哪个方向 这个罩可以调节 你可以在使用之前把这个罩调节好 它是用螺丝需要把它拧开 拧开之后呢就可以调节了 好,比如这个罩呢 现在是非常非常紧的哈 平时你在用的时候,这个罩也是要非常紧的 那么,我在这里给它拧一下 逆时针拧几下之后 其实不需要拧多松 只要是拧开了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旋转 根据你的需要,旋转好位置之后 然后再把它拧紧 然后呢,再拿手确认确认 不动就可以了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安装砂轮的地方 它可以安装好多种 至于说可以安装哪几种 如何更换 我们稍后再说 你在买角磨机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专门拆掉上边的砂轮的 那用的方法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按钮 那么把它按住之后 那这边有两个孔 正好对住下边呢 拧开就可以了 然后呢,接下来往下看 它这边呢 有一个黑色的 这个地方就是更换碳刷的地方 这个碳刷呢 要磨好久好久之后才需要换 所以说一般如果你在家DIY的话 几乎不需要这个东西 然后往下看 这个地方就是板机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板机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安全 因为如果任何原因 只要你松手 它就停止工作了 这个地方呢 是在你按下去之后 然后你再按住它 这样的话呢 这个板机就不会反弹 然后你松开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 对于我来说呢 我是不推荐你来这么操作的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压根把它忘掉 如果你要是想把它松开呢 你就再按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就起来了 就可以松开了 另外一个按钮呢 就是这个上面的按钮 它往上一推 往上一推之后呢 它就启动 然后呢 你得掰下来之后呢 才能松开 我个人不喜欢这种 如果它在运转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意外的话 它是失控的 也就是角膜机可能已经飞出去了 但它还在一直的旋转 所以说非常的危险 那么我给你的建议呢 就是要买这种trigger 要按的 可以自动弹开的 而不要选这种按钮的 如果你经常看我的视频呢 你知道我在加拿大是 German Wilder 是汉工 然后做了六年左右 那我所教你的 关于角膜机的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我在工会里边所学到的 而且是我在加拿大的油田 所天天使用的 也是周围人 都遵守的一套的方法 这套方法呢 对于规避受伤 是非常有效的 我希望你也这样操作 那么可能有些方式 看起来有点过分了 也多余了 但是呢我依然是希望你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这样对你的安全是有最大的保障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眼睛 其实你做任何的工作 任何的不论是使用角膜机也好 使用电子网也好 使用在家里做任何工作的时候 安全眼镜是必须的 这个毫无商量 如果你近视呢 我建议你配一个近视的安全眼镜 像我这个一样 你就到配眼镜的地方 你就管它要safety glass 要有认证的 那这个有防冲击的指标 那么如果是你只配一个的话呢 你就是配clear 就是透明的 像日常用的一样 如果你配两个三个呢 你可以配一个稍微暗一点 这是中等暗度 大概30% 那么你可以配一个更暗一些的 在太阳下的那种 那么安全眼镜就不再多说了 如果是你要是没有安全眼镜的话 可以到亚马逊上我有关于工作安全方面的 链接美国和加拿大的 说完眼镜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听力 因为角膜机的声音非常大 如果你要是不带听力保护的话 我想工作几天 可能你耳朵就直接听力明显受损 可能都不需要一两天 你可以使用这种耳包 那么同时呢 你可以使用捏的那种耳塞 塞到里面去 耳塞呢 是一次性的 耳包呢 可以反复的使用这个呢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喜好 那么使用角膜机的第三件呢 就是手套 这里边呢 我推荐你的就是电焊手套 你可以不必要买这种这么厚的质量这么好的 但是呢 建议你买皮的手套 原因就是因为角膜机在打磨的时候 它会崩出非常多的火花 那这个火花的一方面呢 如果你手套是尼龙的等等的 很容易就烫坏 皮肤会烧伤 另外一点呢 如果它这个袖口很短的话 那这个火花呢 就会直接到手腕这个位置 因此呢 电焊手套呢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手腕部位保护的也非常好 那么里外呢 都是皮 因此呢 如果你只用角膜机 这个手套会用的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呢 涉及到对呼吸的防护 你在打磨的时候 或者切割的时候呢 你用的是这种的砂轮 那么你会看到这里边呢 会有玻璃纤维 首先是玻璃纤维 另外一点呢 这些里边的物质呢 会和铁产生反应 然后呢 会散发出气体 那这个东西吸进去之后 对你的肺啊 对你的身体伤害都非常的大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是抛光砂轮 它呢 主要是去除铁锈 去除上边的漆等等 不论是在打磨或者抛光 呼吸防护一定要有 那么呼吸防护呢 这里边主要是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这种half mask 就是半脸的 那么主要是这么戴上 这个呢 我在亚马逊链接也有 就是这个方式 把上边戴好之后 戴下边 它的色点呢 是只盖住嘴的地方 然后呢 稍微小巧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 比较推荐的方式呢 就是用这种full face 这种全脸的 那这种全脸的呢 你就免去了 戴安全眼镜的需要 那么因为它这个表面呢 都是防护 那这个地方呢 还是需要戴上这个 pancake的这个过滤的 那其实呢 因为我是近视 因此呢 我非常希望 我能戴着眼镜 起码戴着近视镜 来进行打磨 因此呢 这个full face呢 我只是在工地上 必不得已的时候 才戴 平时如果在家里边的时候呢 戴它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除了有些工作 可能在屋顶上喷 屋顶上喷漆的时候呢 可能也需要戴着它 那我们再说一个大家平时不常用的 或者是几乎没有人在用的一个就是防脸部的防面部的 那么这边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这种face shield这种面罩 那我这个呢 是像在安全帽上呢 它也有这种直接就是挂在头上的中间有个圈 一拧就是跟电焊的这个帽子差不多的这种东西 那么关于这个face shield 你一定要买质量好 那么如果你要是看过我的之前的视频呢 我曾经有一次差点受伤 那么就是这个品牌的face shield 把它挡住 当然也是两刀裂痕 如果没有它 如果当时我工作没有戴它的话 可能我就直接毁容了 或者是有更严重的伤害 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带一个电焊的这种头盔 这种头盔呢 首先它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另外一点呢 也把脸给保护住了 有些观众可能要问 那为什么要保护住脸呢 那么这里边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呢 是切割的砂轮 你可以看到的非常的薄 它呢 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说你给它一点压力 或者是哪怕你一点压力都不给 有时候它变热 有的时候呢 震动的猛了 它就可以直接碎裂 它就是像炸弹一样 你会听到砰一声 然后这东西碎片就飞出来了 因为这个角膜机的转动速度非常的快 因此呢 它甩出来可能就跟子弹 或者弹片差不多 可以 如果是飞到你的身上呢 直接把衣服打透 如果是绷到脸上呢 不堪设想 这个呢 上面都是不锈钢的这种铁丝 那在你打磨的时候 就是在抛光的时候 因为它也是转速非常的快 这里边的小铁丝呢 用着用着呢 它就变短了 为什么呢 这些铁丝呢 都会断掉 都会飞出来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 工作服啊 你要是打磨的话 都要把领子立起来 然后把这个面罩护起来 原因就是因为 你会经常看到你身上 就是像这个刺呢 就会扎透到工作服 有的时候能扎到里边 但是呢 如果你保护的好呢 扎不到 那么像这个厚的片呢 爆炸的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也是有可能会碎掉的 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把这个工具用完了之后 比如这个锯片 你当时并没有拆下来 然后往工具箱里一扔 或者别的工具一砸 把它砸裂了之后 你用的时候呢 可能看不到有裂痕 但实际上里边已经裂开了 那么可能在你用的时候 就啪的一下子就飞开了 因此在使用角膜机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以上 我说的这些保护的话 我十分强烈不建议你使用 那就更别提那些什么保护都没有 连手套都没有 眼睛保护都没有 连这个砂轮的这个护照 都没有直接用的人了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它都使用哪些砂轮 如何更换砂轮 这里边呢 还是有不少的区别的 那首先呢 在更换之前呢 我来说一下 它的这个固定砂轮的结构 上边的这个呢 就是紧固 罗姆 它呢是可以拧下来的 那么拧紧呢 就是紧固住 不需要呢 就把它松下来 那这个位置呢 叫做内法栏 它呢 不需要拧 它就可以直接摘下来 然后呢 背面是这个样子的 这边有一个豁口 那正好呢 和下边对应 它们之间就可以锁死 你在安置的时候呢 放上 然后稍微拧一下 它就固定好了 你看这样就拧进来了 它有一定的阻力 那么一般情况拆它呢 你可以用这个wrench 这样的拆 但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没有这个wrench 或者是wrench丢了 那么怎么样拆卸呢 那么一般情况按住这个钮 往逆时针放下拧 这样的话呢 就直接松开了 千万不要用徒手啊 徒手会非常的疼 戴个手套 非常简单 那么先把上边的紧固的这个罗姆拧下来 然后这个片呢 就摘下来了 首先来说这两种 这两种呢 就是相对偏薄一点 那么这个呢 叫zip card 你在砂轮上有 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zip card上边 它不让打磨 就是这个 这个角度是不可以的 只能垂直啊 切切割是可以的 那么比如像这个呢 稍微厚一点 它呢 就是既可以这样切割 也可以这样打磨 都行 那么在砂轮上呢 你会找到这样的信息 那好 我们先把它装上 那一般情况呢 我们都会把这个有字的一面扣过来 放到上边 你会看到这边有个小铁环 放到中心 套到小铁环上 这个紧固罗姆很有意思 它一面凸起的 一面是凹陷的 那么你在装薄的砂轮的时候 这个凹陷的地方冲下 这样 把它拧上 你可以拿这个wrench 然后把下边摁住之后 然后这样拧 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呢 还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一手摁住下边之后 刚才我们说的是逆时针 那么接下来的 那么顺时针 顺时针这样拧 不需要用权力 用你的四分之一的力量 好 我把它拆下来 摁住下边 然后拧下来 好 摘下来之后 安装下一个 把这个有字的地方冲下 放到里边 薄一点的 凹陷的地方冲下 那这样的话呢 也都安装紧了 那你在打磨的过程中呢 是越转越紧 如果现在这个位置呢 你如果用wrench 用这个扳手啊 给它 如果拧得非常非常紧的话 你在打磨的过程中呢 因为它也变热 它也会更紧 那么很有可能 你在拆这个片的时候 就不容易拆 或者拆不下来 因此呢 适度用力就好 那接下来呢 安装这个厚的盘 安装到这儿呢 你就发现了 这个盘的这个边缘 远远高出了 下边的内法栏的这个边缘 因此 你在固定它的时候呢 这个凸起的地方冲下 按住下边之后 然后往顺时针方向拧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盘呢 就由上下的两个小环 把它夹在中间 非常的牢固 那这三种盘呢 只是厚度上有差别 它的材质呢 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强调一点 最薄的这个zip cut 它只能切割 不能打磨 所以打磨就是用它的侧面来磨 所以切割呢 是只用这个边缘 那么到这个厚度的时候呢 是即可轻微打磨 又可以做一定的切割 所以说呢 它是两种功用 那到了这个厚度的话 它就没办法切割了 因为它太厚了 因此呢 它的作用有的非常的单一 它的作用呢 就是打磨 好了 这种材质的砂轮呢 我们说完了之后 我们再说两种 再说几种特殊的 那我在这里说一下打磨和抛光的区别 这个是抛光 这个是打磨 它可以把金属表面的任何东西都去掉 那主要我们说的是铁 如果是其他的铝呢 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你可以把铁表面的这个所有的污垢 油漆 还有包括铁本身 全都打磨掉 它打磨铁呢 非常的高效率 同时呢 它也是在牺牲自己来磨掉铁 它是和铁产生反应 然后呢 把铁烧红了 然后直接扔出去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说一下抛光 铁锈可以除掉 油漆可以除掉 还有一些残渣碎渣 还有一些污垢可以除掉 有的铁表面的这些污垢呢 还是很结实的 比如四氧化三铁等等 黑色的那些 用它呢 可能打不掉 但是呢 它不会破坏铁的形状 不会破坏金属的形状 这个的作用呢 它表面呢 就是砂纸 就一层一层的砂纸叠起来的 那它是精细的抛光 用它上来 就可以把金属打磨的油光增量啊 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它的效率非常的低 如果是铁表面 还有很多脏东西 很容易处理的话呢 先用这个 先处理一遍之后 最后再用它 它消耗的也非常的快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安装 这个 wire wheel 或者是buffing wheel 上面有一个螺丝鸽的 安装的时候呢 就要把下边这个内法栏拆掉 把它拆掉之后 用螺丝的这一面 放到下边 然后直接拧就可以了 你开始拧的时候呢 会受到一些阻力 因为这是五寸的护罩 那么这个上面也是五寸 这个罩呢 往里边稍微卡一下子 所以说开始拧的时候 稍微费点劲 但是拧几下呢 就好了 拧的时候摁住下边 用它的时候呢 一定要戴手套 还是比较扎手的 那么最后这一步呢 需要戴手套 把它拧紧 或者是你摁住它之后 拧扳手也可以 那一般情况呢 我们都是拿手套 使劲掰一下 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你能看到 这里边的这个螺丝杆呢 就刚刚好 到这个里边 如果你要是不把这个 内法栏拆掉的话 那这个螺丝杆呢 只能和它接触 很小的一部分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记住 内法栏拆掉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安装这个轮 这个是最后的打磨轮 那它呢 就没有上边提到 那个螺丝疙的 所以说我们还要把这个 内法栏给它装上 记住放进去的时候 稍微转一下 锁住了之后 才可以安装 这个还是有字的地方 冲下 然后呢 你会看到 这个里边很厚 那么厚了之后呢 就要把突起的 内环突起的位置呢 冲下 把它固定住 这样 这样拧上 方法还是一样 按住下边 然后 拧紧 它的另外一个砂轮呢 就是这种 Diamond 这种钻石的砂轮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切割石头啊 切割瓷砖啊 比如说你有一个瓷砖 需要切一个圆形 中间切个圆形 最好的工具呢 就是拿这个小砂轮来进行切割 那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呢 是和它平齐的 因此呢 它比较薄 我们就用凹陷的地方冲下 按住下边之后 往里边使劲拧 然后呢 松开的时候 给它拧出来就可以了 你在用它切割瓷砖的时候呢 千万千万不要浇水 那种浇水的呢 是特殊的打磨机 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浇水流出电的危险 这个就是干切就好了 有的朋友可能想啊 它转速这么快 切木头肯定非常好使 所以说呢 你可能就弄了一个 像我们用的锯一样的锯片 它是坚决不可以用的 那接下来我再说一下 脚磨机上边的安全机制 它的安全机制 最最重要的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盖的 这个保护罩 这个保护罩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都不可以摘下来 一定要让它放在上边 而且呢 你要根据你需要的角度 来调节这个护罩的方向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副把手 一定要在 如果你要是 一只手扶住后边 另外一只呢 手这么捏住 也是可以的 在你选砂轮的时候 如果你想知道 你买的这个砂轮 能不能用在你的脚磨机上 第一个除了尺寸以外 这个直径以外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角磨机的转速 在说明书上都有 也就是角磨机上的转速 一定要低于你的砂轮上的转速 用起来才是安全的 如果转速超过它 所容纳的最大的转速的话 它就可能爆炸 可能出现风险 那么在你工作之前呢 你一定要看好周围的环境 周围有没有易燃易爆物品 周围有没有行人 或者是其他家人在 那么你一定要不要把这个 火花呢 冲向任何人 或者是易燃易爆物体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把它遮盖好 或者把它彻底挪走 那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使用的环节 在使用角磨机之前 把我之前所有的安全装备都穿上 那么拿起角磨机 双手捏住它 一定要捏住 然后这个时候扣动板机 扣动板机之后 要等待三到五秒左右 这个时候呢 杀片 杀轮才能达到全速运转 当你听到声音稳定之后 也就是最高速之后 这个时候 然后再慢慢的接触金属 或者你要打磨的弓箭 当你松开板机之后呢 你不要直接把它放到桌上 你要等着它 一动不动了之后 才能把它放到桌子上 因为它的转速非常的快 这个时候你要是放到哪 它可能磨到桌子的 碰到桌子的什么物体 直接就飞走了 非常的危险 抛光的这个线轮呢 那么方式也差不多 用它呢 你可以用这个它的尖端 也可以用它的侧边 但是呢 当它飞起来之后呢 你可以这样进行打磨 它的角度呢都随意 你也可以通过你的站位 和你的使用它的方式 来改变火花的位置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拿着角磨机 这样磨 你可以把它反过来 这样磨也是可以的 或者呢是这样测着都可以 你自己是可以控制这个火花的方向的 还有这个护照都是可以控制方向的 因此呢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你可以有多种的角度 只要达到你的目的就行 接下来说一下关于回弹的问题 其实回弹的在绝大多数的能转的工具上的都会出现 包括圆锯啊台锯啊等等都会有 呃角磨机也不例外 出现回弹的最大的可能性呢 就是在你使用呃切割片的时候 这个片呢是完全的进入到金属里边去 如果你在切割的时候 稍微稍微动了一点 很有可能这个片就夹住 那么另外一点呢 比如说你切一个呃铁片 这个铁片往这边掰 那么你在切的时候 这个铁片呢是逐渐逐渐夹紧它的 也有可能把它夹住 夹住之后呢 它不但会有反弹 如果是把它夹碎了 它有可能直接爆炸 那么杜绝反弹的方式呢 就是一定要啊直进直出 不能有任何的小动作 尽量确保你要切割的金属之间 没有太大的内力硬力啊等等 这种奇怪的力量 紧紧的握住这个角膜巾 不要单手操作 单手操作非常的危险 一旦回弹的话 很有可能就这样回来啊 这个角度回来 或者呢直接下去啊 也都非常的危险 但是呢 如果你两个手紧紧握住的时候 它这种危险非常的低 如果有回弹呢 也可能就是一下子 你会依然会把它抓住的 那么另外一点回弹呢 就是当你使用这个的时候 它非常的硬啊 几乎是掰不动的 那么它的转速非常快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杀手 如果你要是打磨一个平面呢 还好 当你打磨一些形状复杂的物体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危险 那么如果你不小心碰到这边呢 可能就出现一个反弹 解决反弹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双手紧握你的工具 然后带好防护装备 确保这个盖的是紧的 是在上面的 而且呢 这个盖的呢 要冲着你的方向 因为首先第一点 你不希望这个火花呢 绷到你的身上 第二点呢 如果它绷回来的话 这个盖的也是砸到你的脸上 砸到你的面罩上 而不是这个锯片 直接砸到面罩上 那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实践的部分 实践的部分呢 我们做一个小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就是一把比较上锈的斧子 那么我们的任务呢 是把它 首先给它 这个这层锈除掉 然后呢 这个斧子也比较顿了 然后把它给磨的稍微锋利一些 最后呢 我们再进行简单的抛光 把这个斧子的 起码这个表面呢 弄得亮一点 这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那另外一个项目呢 涉及到的就是切割 那之后呢 我把这个铁片给它切掉 那通过这两个项目呢 我想你对角磨机的使用呢 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么现在就开始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呢 我一般的把安全眼镜 放在眼镜盒里边 然后呢 同时有一个停留保护 那用的时候呢 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你的衣着呢 也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纯棉的服装 然后纯棉的长袖 然后面部保护呢 我就用我的 这个电焊的帽子 它这个里面呢 是透明的 其实你可以 你应该能看到我 其实你不需要买电焊的帽子 你就是用那个 遮脸就可以 叫Fibermetal那个品牌 好了 接下来呢 我把我们要做的项目 给它固定在桌面上 我跟大家说说怎么固定它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打磨 那么一般在用角磨机的时候 固定的工件呢 一般选择金属的 比如这个C-climb 它是开口比较大 你可以固定很多 比较厚的东西 然后呢 如果东西比较薄一个铁板呢 可以用这个Wise Grid 它呢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呢 因为主要是为什么用铁呢 因为它非常的热 打磨完之后会很热 我把它这样固定上 固定弓箭的时候 就要考虑你的火花的方向 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 在后边再来一个这个 离软了就可以用塑料的 请注意 搭框 打開 2 3 3 5 5 5 6 6 7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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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项目呢 做到现在呢 基本上能够体现出它的效果 那这一面呢 我不但把这个地方打磨过了 整体呢也做了一下抛光 你可以看到这个斧子呢 实际上是比较亮的 这次是没有进行抛光的 差别还是很大的 其实斧子这种金属呢 并不适合这样去抛光打磨 你要控制好温度 如果说你温度打磨得太高了的话呢 会影响它的金属的特性 可能你打磨完这个斧子之后呢 这斧子就不再坚硬了 变成非常软了 所以说在做它的时候呢 要非常小心 像我这个地方有点弄蓝了 说明温度过高 好那接下来呢 进行切割的项目 其实呢你可以在金属上画线 就用滑石的这种小石头 可以上面画线 那么对我来说呢 这次呢切割比较简单 我就不画了 那么切割的方法 我跟你说一下 这条线呢 你身体要让开这条线 因为如果是发生夹具片反弹的话呢 它依然会按照原路返回 所以说你的身体 不要在这条线上 然后在开始切割的时候呢 沿着你所要切割的线 在上边扶着切一层之后 再进行整体的切割 不要一下子直接切割 有可能切得不准 那接下来呢 我来演示一下 hotels 你们要用来的人 不得擅长 会 Myers dream 脚模机不但转速快 它的劲也非常的大 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工具 用好它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如果你不按照正确的操作方式 或者是你没有带足够的安全防护 它也可能会让人受伤 因此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一定按照我给你的安全的防护的方法来进行操作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它对你用的话 请帮我点一个赞 那么如果你想买脚模机 如果你想知道我推荐哪种脚模机 你可以到视频下面的说明区 可以找到亚马逊的链接 那里面有我推荐的好多的工具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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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